生活的这个伦理 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要想到 方便自己 利自己 不要方便他人 利他人 这个应该保护自己 要保护其他的人 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培养恒星的方法 青年学生求学做事 常常有始无终 要不然呢 就是见义思迁 虎头蛇尾 在刚开始的时候 大都能够满腔热忱 拟定计划 按部就班 可是时间一久了 就渐渐的松懈冷败下来 有的呢 一遇到困难 就会有挫折感 提不起精神 以至于前功尽弃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培养恒星呢 恭喜圣言师傅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恒常星呢 在我们这个副教的有个名词啊 叫做长远星 呃 复教的 呃 叫人家修行呢 叫做法星 就是说把我们呢 本来没有的 没有有这样的意愿的 而要开发 成长这样的意愿心 就是愿心 愿心要做什么 愿心呢 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短程的 而是有个长远的一个目标 最最后的永远的目标 就是说 一开始 起性动念的时候 就是永远 有一个永远的目标在 但是呢 走那时候呢 一段一段的走 实践的时候 一直一步一步的往前呢 可是呢 一定先要把这个目标放得很远 放得很大 有远大的目标 我们叫做长远星 连幅都要成 何方式呢 我们目前呢 做的某一项工作 或者是某一件呢 是 我们呢 一定呢 先有大目标 然后从近而远 这个不变的远则 如果遇到了 自己啊 失败了 或者是呢 挫折了 或者是呢 有一种厌倦的 就马上啊 提起出法性 所以提起出法性的意思 出法性的时候 目标是很远的 远大的目标 再把它提起来 提起远大的目标 这个时候 刚才啊 挫折 失败 或啊 迷失了的方向 马上又找到了 因为有个远大的目标 在那地方 又会站起来 继续往前走 所以人没有恒心呢 原因蛮多的 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啊 没有远大的 目标的关系 这个一个小目标 失去了以后啊 它就失去了方向 比如说 我们到菜市场去 想买买什么 买木瓜 结果到菜市场一看 木瓜 今天没有上市 就觉得 好没有意思 如果 有目标放大一点 首先说 我去买一只水果 只要是新鲜的 有阴阳的 便宜的 我就买 这个你就不会失望 所以我们的目标啊 要大 目标 要远 不这的话 你一定啊 很容易 失望 很容易 这个说半途而非 很容易啊 虎头蛇尾 虎头蛇尾的原因呢 一开始 哇 好热心哦 好热心哦 结果 没有后劲 没有后劲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目标啊 那如果说我们呢 永远有一个 搭不成目标的目标 但是呢 永远有一个 一定会搭成的目标的目标 这个话是怎么讲 好像是一个 一个矛盾的 既然搭不成目标 那还是个什么目标 根本不需要去了 这个 我们凡复来讲 一定有一个 能够搭成的目标 说成菩萨 成佛 一定可以有啊 但是 我说搭不成目标的目标 是什么意思 我们佛法讲啊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宅相 无凡复相 无圣人相 无人相 也没有佛相 那最后成佛的这个佛啊 是无相的 是无我的 是空的 那才是最大的 最圆满的 这个是 要到达了 开悟以后的人 才知道 那个目标 是非目标的目标 是最大的目标 假如还有定的一个目标 所以最后的目标 那不是最后的 最高的 因此 成了佛以后的人 如果说 那个是最后的目标 那释迦牟尼佛 成佛以后 就去困了了 就不需要做任何事 反正已经成了佛了嘛 还有什么事情好做的 因为 那一个目标啊 是最后的 但是 无事啊 就是 完了 成了佛的人 永远还要做什么 还要做众生 那才是福啊 所以是我们呢 一个狠心来讲 对普通的人来讲 你这一生之中 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我想 赚钱 一千万 一万万 十万万 无限 这不是目标 这不是目标 还有说 我的地位 我要做什么 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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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什么 总统 发现呢 总统也不够过瘾 我要做联合国的王 现在只有联合国秘书长 还没有联合国王 秘书长 做了一日下来 还会退休 那最大是什么呢 世界上没有最大的人 这个多不是目标 而一个目标 唯一的目标 就是说 我要奉献 我要付出 我要尽我的所能 尽我的所有 尽我的可能 尽量的成长自我 奉献 大众 奉献社会 社会有一天需要奉献 我的目标永远在 社会需要我奉献什么 我尽量的努力去奉献 那永远目标在 这个就是啊 大志向 有大志向 你就大狠心 有大狠心 你就能够啊 成大事意 做大人物 我没合作 我没合作 富贵不容易 在勤苦中生活 反而容易 忙忙碌碌 也许很起劲 在闲散里度日 却更难 那假如要把这些 难耐难安的 富贵 闲散都耐得 安得的话 要怎么样修养自己呢 当起情动念 有难耐难安的时候 又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取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这因为苏东坡子疾啊 既然有富贵呢 又有时间 或者是呢 他看到的 上层社会的人呢 富贵 而 贤善 而 因此发生了 这富贵人 有问题 就是不能耐 贤善的人 也不能够安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在我的经验之中呢 贫穷的人 安于贫穷 勤劳的人 安于勤劳 这个是对了一半的 因为贫穷的人呢 就是愿意贫穷 一直贫穷下去 这种人大概不多了 勤劳的人 觉得不要休息 永远做下去 当然了 有一种人叫做工作狂 他就是喜欢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所以一般的人呢 非常勤劳 而 就是勤劳 那么这种人呢 一定有他的理想 一定未来他的什么目的了 那么说贫穷的人呢 是永远安于贫穷 愿于自甘贫穷 这个大概不容易 不过呢 在我的一种想法 和我的观察呢 说贫贱的时候 自己的 因为条件不够啊 要花天酒地 不容易啊 那就安于贫穷咯 那只能够说 我的个命就是这个样 就是个穷人的命 那这个没有话讲的了 但是呢 富贵的人呢 富贵的人呢 富贵以后 不能够贫穷 他能够富贵 而不能够 接受贫穷的 这个事实 从贫穷的时候 成为富贵 这个自然而然的 觉得 这个好像是 理所当然 而有了富贵之后 要叫他 突然间变成贫穷啊 那他是受不了的 那没有办法忍受的 那没有办法忍耐的 因此有很多的人呢 叫做破落后 当自己啊 这家人家 这个衰落了的时候 那这家人家 是非常痛苦的 他连过日子都不敢过 贱人都不敢贱 在贫穷的时候 没有问题 大大方方的贱人 反正是穷人 可是已经富有过 结果变成了 没有钱的时候啊 他不好意思贱人了 这个就不能够啊 安心 安身 于这个社会 至于说贤善的人呢 说贤善的人 不能安心的原因是什么 贤善因为他 他身心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没有事情做 有时候好闲 不知道怎么办 因此呢 老是啊 想到吃一个东西去吧 或者是呢 到那去玩一玩吧 或者是找什么人家 一个麻烦去吧 因为自己的时间 不知道怎么打发啊 所以这种人 就不能安心 因此我主张呢 凡是贤善的人 或者是身体不太好 常常愿意在害病的人 找一些工作做 而能够勤劳一些 那他自己啊 身心就能够安定了 根据伏法的原则来讲 人呢 一定呢 有用 不是没有用 众生 基本上讲啊 都是啊 需要努力 因为有用 所以需要努力 努力以后 才能够成长 成长之后 才能够啊 自安安人 子机能够安 就能够安人 子机不能安 一定困扰人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社会里边呢 不是缺少贫穷 不是大家因为贫穷 而不安 今天的社会 就是无责的条件 比较啊 富裕啊 而工作的时速啊 减少 或者是年轻的人 不需要去办公办读 或者是呢 不需要为了一段啊 每天的生活 这个油盐柴米啊 而忧愁 所以呢 就制造了许多许多的啊 无聊的麻烦事出来 麻烦了自己 也麻烦了他人 所以标策咯 以及呢 挑戏 打架 斗狠 这都是因为没有事情做 才找 这些事情呢 来麻烦自己 麻烦他人 所以 我想 今天对这 这样这个观念呢 今天还是有用的 而且非常有用的 人们穷尽了一生的心力追求幸福 但是呢 可能只换来百法苍苍 还一生生的唏嘘 感伤自己 错认了幸福的定义 我们要请问圣言法师 幸福的真谛 究竟是什么呢 幸福的真谛应该是平安 就是福 不一定就是富贵啊 是福 能不能够平安 这跟环境有关系 可是呢 不是主要的关系 而是主观的自我的心态 是啊 最定性的 关键所在 幸福 并不等于是钱 幸福 并不是等于地位 并不等于名望 并不等于是权势 但是也不能够说 有名 有事 有才 有地位 有权的人 就不幸福 也不能这样子讲 就看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心态 能平安 那 就是幸福 我刚才是这样子讲的啊 不知足 永远不幸福 知足 常乐 这就是幸福 什么叫做知足 多多知足 少少知足 没有也知足 这叫做啊 平安 平安 这叫做啊 常乐的 基本的条件 人家一定想到说 少知足 这很奇怪 少呢 少可以 可以增加 少也可能减少啊 所以是 你当时有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知足的 说没有呢 没有也知足 为什么 现在没有 真好啊 我要开始 也许有啊 下边呢 会有 会没有 不管了 我努力 这个时候就是说 自足 自足的意思呢 不跟人家比 不跟过去比 不跟呢 未来比 而你现在 我能够 还能够活下去 我还能够啊 觉得 自己觉得自己啊 对天 对地 对良心啊 没有啊 没有亏对 也就是说 没有 这么对不起自己 也没有 对不起天 也没有 对不起地 自己呢 我凭 自己的心 来做人 做事 做错了的事 我 觉得忏悔 我要反省 没有做好的事 我继续 准备要做 这样子就是 无亏一天 无亏一地 也无亏一良心 这个就是自足 我们 能够惜福 能够赔福 这个是有福的人 这个是有幸福的人 如果不赔福 不惜福 老是想福 这个人是没有福的人 因为福报又来又少 这样子的人 信福啊 就要快急缩路 可以说 这个人没有幸福 所以有幸福的人 一定是啊 自作的 一定是能够惜福的 一定是能够赔福的 而自己呢 不会啊 愿天 有人 有人 自己啊 不会啊 认为啊 身不逢尘 老天下来言 不会这样子讲 自由福报的人 多时会 多时会 静 退 自如 静 很好 很感谢 阿弥陆陀佛 我过去是大概做了一点点好事 或者是呢 人家帮我的忙 看我 待我太好了 那 不是我过去修来的 而是呢 有很多的人呢 帮我的忙 我得到了这一份呢 我也得感激 得多 也感激 得少 也感激 这个时候 是有福的 得到以后 如果啊 没有感激的心 得到以后 如果还觉得 不够满足 而且呢 还是说 嗯 人家不要的 你来给了我 你看 那这是 就是有福 而不知福 我常常 在残器里边呢 给我的弟子们讲 我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我说 你们这一些家伙啊 都是老鼠 老鼠 自己生活在米缸的里边呢 不知道 那个是米衣可以吃 结果呢 撒尿 撒拉屎 在米缸里边 然后跳出去 说 我们要找东西去吃哦 正是 得福不知福 而且 还要糟蹋自己的福报 再生糟糕 那 我为什么要说他们呢 因为 明明有个很好的时间 在修行 有一个老师 在指导方法修行 还在那边想到 嗯 这个方法不好 嗯 这个修行的地方不好 嗯 我的身体不好 啊 真糟糕 这样子想 等于说 一个老鼠 在米缸里头 不吃米 还要拉死 撒尿 把米缸里的米 都污染了 然后跳出去 最后找不到东西吃 不也是 阿弥陀佛 自己在生活之中 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应该进了什么预复 我们不要 让人家失个损失 受到这个导乱 那 而自己 还是要 帮助人家 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才是 就是生活的人 我们下期视频 都进行 家里边 这些《上飞》 《上飞》 的 王眼 帮助人家 但 我们下期待